欢迎来到粉丝策略回赛影片系列 粉丝说他在另外的频道看到了一个策略 该博主将1000美元变成了今年的42882美元 获得如此令人难以自信的结果 让我们一起来验证这个交易策略的真实性 我将向你介绍该策略的具体运作方式 并且把它写成了策略进行回测 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将分享TradingView上经过验证的KizenSan加策略 该指标适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属、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策略在于三个关键指标的协同作用分别为 KizenSan加策略的连结在下方的说明中列出 我们将指标的基本组成进行简单认识一下 首先是KizenSan加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KizenSan加 参数把阶段设定为21 样式预设 萤幕均衡表优称云图指标 是日本的股票评论家细田物一 笔名 萤幕线人Etsmokusning所发明的日本指标 萤幕均衡图使用转换线转折线 基准线 先行带A 先行带B 延迟线磁行带五条线标示 出现在先行带与先行带币之间的部分称为云区或云带 本期影片用的就是基准线 基准线是计算过去26天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平均值所标示出的线 当基准线往上行则判断上升的力道大 落下行则判断下跌走势强 然后是Neglected Volume by Edit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Neglected Volume by Edit 参数预设 样式预设 Neglected Volume指标显示了相对交易量 交易量加权条形图和交易量移动平均线 相对交易量以颜色编码条的形式呈现 与常规交易量只是七类似 但使用四种颜色代码而不是两种 音量的显著增加以绿色和红色表示 它有点像雷达 用于检测该品种的活跃程度 将成交量视为推动市场的力量 当成交量增加时 确认了价格方向 当成交量减少时 它与价格方向相矛盾 最后是Rx&Dimi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Rx&Dimi 参数预设 样式预设 Dimi是Direxional Movement Index的字母缩写 这种分析方法通常被翻译为动向指标 它是由于开发RSI为名的威尔德JW Weather所开发的技术指标 Dimi的数值能显示价格的走势 Dimi使用被冲为加地 D Adx的三条线条来对市场趋势的强弱进行分析 当加地率线与D黄线交叉时 您将收到绿点形式的买进讯号 当加地率线与D黄线交叉时 您将收到红点形式的卖出讯号 接下来我将结合范例示范交易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以太币兑美元一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位于基准线的上方 第二的Galaxy Volume指标的相对交易量为亮绿色 第三 Adx and Dimi指标的加地线位于地线上方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获利设定1比2的盈亏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营业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位于基准线的下方 第二呢Galaxy Volume指标的相对交易量为亮红色 第三 Adx and Dimi指标的加地线位于地线下方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获利设定1比2的盈亏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我写成了策略进行回测 直接来看策略的具体表现 这是在以太币对美元4小时图表 多单满足所有的条件进场 使用生贝的盈亏比达到目标止盈一半 当K线的收盘价低于基准线出场 我们再找一个空单的例子 空单满足所有的条件进场 使用生贝的盈亏比达到目标止盈一半 当K线的收盘价高于基准线出场 我们来看一下策略的获利情况 获利是671% 胜率为36.3% 获利盈值是1.3% 最大亏损是30% 让我们来看看策略的参数设定 第一是回测的时间范围 第二是多空方向的选择 第三是贴要过滤器的开关 接下来是三个指标的参数设定 Tizen 3+, Neglected Volume by DGT ADX NDMRI 然后停损的选择 可以开启尾随停损 收益率800%多也是相当不错 指引的盈亏比以及出场的百分比设定 最后是风险管理 让我们再看看策略属性的设定 初始资金设定的是1000U 每次下单100% 用金是0.05%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币种的胜率情况 首先是比特币 净利是227% 再看看XRP 净利是113% 再看看来特币 净利是74% 接着RDA 净利是201% 策略连接我会分享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 这只是分享学习 不是投资建议 最后 分享给大家一个最好用的自动交易软体 Turbar 7×24小时自动交易零延迟 秒下单 如果你有想回测的策略 或是好用的指标 可以在下方留言处留言 就是这样 我希望您从这个视频中学到一些东西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并喜欢它 以支持我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